哈利利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慕道里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我们在安息日 能够一起来学习主的真理 我们来渴望神的大能手 能够来扶持我们 所以今天早上小妹要以这个题目 神的手 人的手 我们来学习 那手是什么呢 手是一个扶持 我们说手很重要 如果一个人没有手 手受伤了 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做 那当我们没有办法做事的时候 别人的手啊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近因为在施打疫苗 是先就这个年长者 来施打 那许多长辈呢 其实他们在这个 前往这个施打地点的过程中 这个脚啊 手啊 没有力量 那我们就看到新闻有报导说 他们的这个孩子 孙子就把他们公主抱起来 就是年轻人用他们的这个有力的双手 来搀扶着 来抱着这个长辈 那让他们能够顺利的来接种疫苗 所以人的手啊 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大的一个帮助 更何况是神的手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经节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的四十一章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 第十节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这篇神借着先知来小遇 以色列民说不要害怕 因为以色列民呢 他们没有虔诚敬拜神的心 当他们不追求正确的道理 不行公义 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了 让他们被敌国所灭 被敌国掳去 那在他们这样子很害怕 很彷徨退缩的时候 神接着先知来安慰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会与你们同在 会兼顾你们 那在我们刚刚所念的最后一句说 神说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 那这个右手 通常我们的手 右手会力气会比较大 通常大家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右手代表就是大能的 大能大力的这个绑壁 那神会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以色列民 所以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所选招的民族 其实他们是神所爱的 但是也常常离开神 但是当他们离开神 这样的时候 神其实都没有忘记他们 屡次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他们 那我们就要以一段记事来学习 来看神的手怎么样子来扶持以色列人 那人的手又怎么样去回应神的扶持帮助 我们请看尼西米记 请看尼西米记的第一张 尼西米记第一张 我们翻到之后 可以在这边先做一个记号 在尼西米记这边 我们今天要看的 大概是从第一张到第六张的范围 那我们要看的是尼西米他怎么样子 回到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去 带着众民重建圣城墙 那在这个这边的时代背景呢 就是西元前大概444年 就是记载着以色列民他们已经国家被灭 那时候是波斯王统治的时代 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 那这边就是记载着以色列民他们被灭 可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们能够归回 这是第三次的回归耶路撒冷 那在这里我们一开头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前两次的回归 在第一次回归索罗巴伯 带着众人他们重建了圣殿 那但是这个重建的工程 其实并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重建因为民 他们也希望能够重建家园 所以他们的心力都放在他们自己的家身上 那重建的工程有一些耽搁 那贝鲁之民其实他们在耶路撒冷 就是回归到耶路撒冷地 这个生活其实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信仰 还有这个圣殿 还有家园 其实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那到第二次的归回是以色拉 以色拉带领他们的归回 是要重建以色列民的信仰 那他也从这个 这个贝鲁之地带了一些众人的奉献 还有国王施恩 让他能够带回 从前在耶路撒冷 这个掳掠的这一些圣殿的这一些器具 这一些侍奉神要用的东西 能够重新带回耶路撒冷 那接下来这一次 就是距离以色拉归回 大概已经13年的时间 那尼西米他再度提出了这样子的要求 跟这个亚大学习王来提出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他们能够归回这个耶路撒冷 能够来重建圣城墙 我们请看在尼西米记的第一章 第一章一开始的叙述就可以看到 尼西米他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 他写说他听到他的这个兄弟 那那时候他是还在这个 波斯王的这个 就是他是侍奉这个亚大学习王的 他还在苏山城的王宫中 那他就听到有一些回去耶路撒冷的人 讲到说这些耶路撒冷的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 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 这边说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鲁归回 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所以在此可见 被鲁归回的人他们在耶路撒冷城 其实他们过得并不是很好 不仅城墙重建的城墙被拆毁了 那城门被焚烧了 那人们也遭大难受凌辱 就是被那些居住在附近那些外族的人来欺负 当尼西米听到这样子的消息之后 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很难过 第四节说 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 所以尼西米听到这样子的事情 他很难过 他感同身受 但他不是只有哭泣而已 他向神进食祷告 他求神来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 在第一章的第十节 第一章第十节 在尼西米的祷告里面 他讲到说 求神带领 第十节说 这都是你的仆人 你的百姓 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所以他求神 兴起他救赎的手 求神来帮助这些百姓 虽然他们从前 其实尼西米他的祷告里面 不只为这些归回的名祷告 他也自己向神来认罪 他说虽然从前 我们没有听你的话 我们犯罪了 但是求神仍然施怜悯 求神仍然帮助 所以尼西米他看见了 他的同胞的需要 他向神来进食祷告 切切的祈求 求神救赎 求神原谅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他的祷告里面 不只有他自己 第一章的十一节 十一节他说 主啊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 和喜爱 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 使你仆人现今亨通 在王面前蒙恩 所以神大能大力 救赎的手 为什么会伸出 当然这是因着神 他自己的义 他爱他的人民 他不愿意他的民 在那些敌人 在那些不敬畏神的人面前受入 因为他的民受入 那神的民 也会受到亏损 当然神愿意拯救 他的人民 拯救他的选民 那也是因为 我们看到是 尼西米 以及众名切切的祷告 所以十一节这边说 这些敬畏神的这些仆人 他们也跟我一样 切切的祷告 尽时祈求求神开恩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 神的手 神救赎的手 神救赎的手伸出来 是因为神他的信使 我们可以来看 历代至下第七章 历代至下第七章 第七章 在这边 第七章十四节 第七章十四节 这是神 他回应所罗门王的祷告 所罗门王在 这个圣殿建成之后 他向神献上了祷告 那他的祷告 神垂听 神也回应了 所以十四节 这边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 侧耳听在此处 所现的祷告 那神告诉他的名说 如果他们自卑祷告 愿意从他们的罪中 转回来 神必从天上垂听 所以神救赎的手 是伸出的 神是信实的 他纪念 他与他的百姓 所立的约 因此他愿意来垂听 愿意来赦免 愿意来医治他们的地 看顾他们一切的 这些伤痛 那神救赎的手 也因着敬畏神众人的 这个祈求 那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个经节 在约拿书 我们请看约拿书 约拿书的第二章 约拿书第二章 约拿书第二章 第一节 约拿书第二章第一节 约拿在于腹中祷告 耶和华他的神说 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 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你就抚听我的声音 所以约拿被大鱼吞下 那在鱼腹中 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想 所以他只能够向 他的救赎主来祷告 他说我遭遇患难的时候 求告神 你就应允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你就抚听 所以他这边讲到遭遇患难 在阴间 可见他都是在一个极其痛苦的时候 没有办法 没有出路可想的时候 他求告神 所以尼西米也是一样 他在书山的王宫里面 他感同身受这个同胞的苦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分担 他想要做什么事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 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去做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跪下来向神祷告 所以我们遇到困难 遇到患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想很多办法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但是我们有没有记起来 要跟我们的神来祷告呢 就像约拿说 我遭遇患难的时候 我要求告神 第一个想到的是求告神 求神来倾听 求神来帮助我们 来为我们开路 所以当尼西米他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求神帮助 我们在翻回尼西米记的第一章十一节 他说求神使你的仆人 现今横通在王面前蒙恩 所以他说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 但是求神带领我 让王能够愿意听我的话 让我所作所为得到王的喜悦 让王愿意来开恩 所以在尼西米他的祷告里面 他求神伸出他救赎的手 能够来帮助他的这些同胞 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我们要记得来求告神 来为我们来开一条路 再来我们看神的手 救赎的手怎么样继续来带领 在接下来 在尼西米祷告之后 我们看神的手 真的很奇妙的在带领 第二章 尼西米记得第二章 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这边就讲到说 亚大薛西王怎么样子来愿意让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 那这个的开头是讲到说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 国王他看到尼西米面带愁容 说你是心中愁烦吗 那国王居然会主动问他的臣子这样子的事情 那尼西米既然被问了 他就有点害怕 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来回答 但是他还是据实 以答他心中所忧虑的事情 他讲到说 他的同胞 他们的这个重建的这个城墙被火焚烧 他心中担心 结果接下来国王就问他说 那你要求什么呢 你要怎么办呢 所以当王这样问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尼西米第四节 于是我莫到天上的神 当尼西米在莫到的时候 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就是神在开路 所以面对王的问题 他继续求神带领 让他能够有智慧来应对 在王面前能够继续来蒙恩 所以我们看接下来在他的回答里面 第五节 他说 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去 求王差遣我能够回到耶路撒冷 重新建造城墙 那在接下来的回答里面 第七节我们也可以看到 尼西米又对王说 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 让这个河西的神长 能够准他通行 直到犹大 又是诏书 第八节 通知这个管理 这个王园林的雅萨 让他准备木料 可以做这个重建的材料 还有房屋使用的 看第八节的最后一句 他说 王就允准我 因我神施恩的手 帮助我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神的手 不仅是救赎 以色列百姓的手 神的手是纪念 他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手 救赎他们 神的手也继续带领 来施恩帮助他们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神施恩的手 非常的巧妙 他改变了这个王的心 亚达薛西王 居然亲自来问 这个尼西米说 你为什么看起来忧愁 发生什么事 他进一步 他愿意倾听 愿意帮尼西米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神施恩的手 一步一步的带领 那激动王 改变王的心 那也激动 尼西米的心 让他能够继续前进 所以当王下令 这些诏书都如 尼西米所愿的 王喜欢 王愿意让他回去 那也下令 这一些所属的 这些长官 都能够配合他 所以第九节 第二章第九节 我们看到 国王派了军长跟马兵 来护送他 到河西省长那边 并且将王的诏书 交给他们 那在这边 其实我们也看到 第十节有讲到说 这些人 这些人其实都是反对的 都是一直在欺负 在犹大省的 这些以色列人的 他们其实看到 王的诏书来 他们很生气 他们不愿意服从 这样子的命令 所以虽然神施恩的手带领 但是我们也有看到 这些敌人 一直在阻挠 那想要打击 尼西米的士气 让他放弃 希望他能够再回到 苏 回到苏山城去 但是神施恩的手 继续来激动 来激励这个尼西米 我们看到第二章十二节 第二章十二节 他说我夜间起来 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 但神使我心里 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 我并没有告诉人 他说神让他心里 要为耶路撒冷做事 所以神的手 继续带领他 一开始他看到同胞的需要 他向神祷告 那这个祷告 是迫切的 进食的祈求 所以神带领他 让他能够得到 国王的这个恩倦 能够让他回到 这个耶路撒冷 可是当他看到 这些反对的人 不仅是有外族 那连他们 以色列同胞 也有一些官长 也有一些这个宗教领袖 其实是违反 是跟他唱反调 违反这个王的诏令的 可是神还是 让他心里面能够坚持 说他想要继续 为耶路撒冷同胞来做事 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念 因着神的爱的带领 他就开始去勘察 整个这个要修建的这个城墙的地形 那有了一个大概的这个想法之后 要怎么去做 他心里面也有一个定见的 他就回来见这些祭司 贵宗官长 做工的人 还有这些以色列平民 那我们看到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那他也要神施恩的手 能够来激励这一些以色列民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 第十七节 第二章第十七节 在这边开始 他对众人来诉说 他说 大家所遭的难 被欺负 那这个城墙怎样的荒凉 城门被我焚烧 大家都看到了 大家都亲自感受到了 那我们大家是不是觉得需要呢 我们一起来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吧 免得再受凌辱 所以在这边他跟大家讲 来讲 那因为他自己也去看 不是他自己坐在这个安全的这个屋里面 去空想 他自己也去看 他看到了这一切的情形 他自己也走过 所以当他在跟百姓叙述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有说服力的 因为他不是以一个省长的身份 去下命令 他说来吧 我们重建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重建 那并且我们看到第十八节 他说 我告诉他们 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 并王对我所说的话 在这边 尼西米 他也跟所有的以色列民见证 神的手怎么样帮助他 当他心里面有这样子 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念头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看是不可能的 但是神怎么样子一路帮助他 并且来改变王的心 让王也愿意帮助他 王对他所说的话 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当这些以色列民听到之后 他们其实都很感动 很受鼓舞 所以我们看接下去 第十八节的最后一句 他说 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山工 所以神施恩的手来帮助大家 不仅帮助尼西米 让他能够坚持这样子的信念 让他能够付诸行动 神施恩的手也激动众人 奋勇做这山工 大家都愿意一起起来 所以当大家动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十九节记载说 这些敌对的人 他们心里面不以为然 那就开口耻晓 这些要重建城墙的人 说你们做这些事是干什么呢 你们要背叛王吗 他们用一些无中生有的 这些谣言 要来毁谤尼西米 以及跟随的人 那尼西米就告诉他们说 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 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 所以在这边 尼西米他感受到神的爱 以及神的带领 神不只使他亨通 不只使他在王面前能够蒙恩 神也要让众人亨通 所以读到这边 其实我们会很振奋 我们看本来这些以色列民 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地受到凌辱的 整个士气都很低落 本来重建 本来归回家园 神的民在神所眷爱的地方 应该是大蒙祝福的 可是他们回来了这么多年 这几十年来 看到的还是很残破 荒凉的情况 但是尼西米来带来的是希望的信息 带来的是他愿意一起来跟大家来重建 并且有王来作为后盾 王的诏书都这样的下令 所以这些以色列民他们非常的振奋 他们整个士气都起来了 所以他们也感到说 神必带领他们 使他们亨通 那神必带领他们来做神的功 来建造神的圣城墙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当神施恩的手在带领的时候 他能够鼓舞我们每一个人的士气 让我们能够同心来建造 我们请看菲利比书的第二章 在菲利比书第二章 这边有讲到 第二章十三节 菲利比书第二章十三节 第二章十三节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那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立志行事 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运行 人若有愿做的心 这个愿做的心是要成全美事 是要让众人能够更 生活更美好 让众人的灵性能够更旺盛 能够更亲近神 如果有这样子的立志 要来为神为众人来谋福 那这样子神必然带路 神必然 神的灵必在心里面运行 那让众人都能够同心一意 能够成就神的美意 所以在这边保罗这样子的勉励大家 说他勉励这个菲利比教会的信徒 说在基督里 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那保罗就是勉励弟兄姐妹 说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的肢体里面 我们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要施行爱心 我们要劝勉 我们要与众人有什么交通 我们要来做这个慈悲怜悯的事情 最重要就是要同心 因为每个人都有想要做事的心 可是每个人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有人以为这样的方式好 有人以为那样子的方式好 那最重要的是要同心 如果同心才能够同行 那怎么样才能够同心呢 在后面保罗也讲到很多 在第四节他说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所以当以色列民他们看到 尼西米不是单顾自己 其实尼西米在苏山城 他在王面前做酒政 他是很得国王的信任的 他大可以在波斯的王朝里面 继续去做他的官员 他也可以说 我在波斯 我有为我的同胞来谋福利 但是他想到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同胞 他想到要回去帮助他们 他顾到别人的事 并且亲力亲为 那这就是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在第五节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主耶稣基督他的心就是 他要做一个仆人的样式 来服侍众人 他在世上不管在什么地方 他都是一个谦卑 去救进人去看最卑微的人的需要 来行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要为别人想 我们要以奴仆的行事 要以仆人的行事 来彼此服侍 来彼此交通 那这样子的彼此服侍 其实也就是在服侍神 所以我们看到 尼西米他是这样子的 他为他的同胞想 那神就带领他 神施恩的手 让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 那他也把这样子的见证 来与他的同胞分享 那他的同胞们听到之后呢 他们也想到说 对 其实我们受灵入已经很久了 那我们不能继续的 看着我们的家人来受苦啊 所以他们有奋勇 一起来做这个善工 那这个善工 是重建神的圣城墙 那也是为神来做工 所以当他们有了 这个要保护家人的心 他们有了要为神来做这个善工的心 神就继续在带领他们 我们再往下看 在尼西米记的第四章 尼西米记第四章 当他们开始建城墙 要大家都奋勇 要做这个善工的时候 当然敌人这个破坏 还是不停歇的 所以第四章一开始就看到说 这个这些坏人 这些第一节讲到说 这个参巴拉 其中这个一直在阻挠的人 听见他们修造城墙 就大大的恼恨 吃笑犹大人 那并且不只是恼恨吃笑 他们也要用实际的行为来捣乱 所以他们在捣乱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四节 其实他们这些喊话 是会影响以色列人的 所以第四节 尼西米他写说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谤 归于他们的头上 使他们在辱道之地作为略物 那当他们在恼恨 他们在吃笑 毁谤以色列人 要让他们士气低落的时候 尼西米用祷告来回应 他说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神帮助 让我们不要听到 他们的这些言语 不要让我们士气低落 那神怎么样回应呢 我们请看第六节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 城墙就都联络 高至一半 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所以他们的毁谤 他们的吃笑 并没有影响百姓的士气 百姓还是专心做工 那他们工程的进度 非常的顺利 城墙联络 高至一半 那再来 这些人还是继续不断的来 要阻挡 在第七节有讲到说 他们同盟要来攻击 攻击耶路撒冷城 那他们也一直去骚扰 这个靠近敌人居住的这些 以色列人 在第十二节这边也有记载说 这些犹大人 十次来求见尼西米 说求他们帮助 因为那些仇敌 一直来骚扰他们 要打击他们的士气 不让他们来重建圣城墙 可是尼西米并没有动摇 他还是祷告 我们看第九节 然而我们祷告 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看守 昼夜防备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到他们在 重建的过程中 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阻挡 但是尼西米他并没有 因此失去的信心 神的救赎的手 神的慈爱的手 让他有了盼望 那让他有了盼望之后 他就更有信心 要继续努力来重建 所以他带领的众人祷告 向神祷告 因为他在之前的 禁食祷告中 他得到了回应 所以之后 我们看到他也鼓励众人 要继续来向神祷告 求神能够兼顾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 看第四章的十四节 第四章十四节 十四节他说 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 官长和其余的人说 不要怕他们 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 你们要为弟兄 儿女妻子家产产争战 在这边 尼西米说 不要怕他们 我们要看的是谁 我们要看的不是仇敌 而是要看我们的主 要仰望我们这个 大而可畏的主 所以他这边 尼西米的祷告里面 他求神伸出 大而可畏的手 来为他们争战 那尼西米就鼓励他们说 你们要为 你们的所有的一切 你们所爱的人 你们所拥有的这一切 来征战 求神来 举起我们征战的手 所以在这边 神的手帮助他们 为他们征战 但我们看到 尼西米他们 祷告 求神帮助 求神建立他们的手 尼西米他们 也伸出他们的手 所以 我们请继续看第四章 第四章十六节 十六节 当尼西米知道说 这些仇敌不愿意罢休之后 他们也伸出了自己的手来 要为他们所拥有来征战 十六节这边讲到 从那日起 我的仆人一半做工 一半拿枪 拿盾牌拿弓穿盔甲 官长都站在 犹大众人的后边 十七节 修造成墙的 钢台材料的 都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手 我们求神为我们伸出 征战的手 但是人的手也要来回应 这边说 众人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那代表说他们非常的勤奋 他们没有停止工作 同时他们也非常的警醒 一只手拿兵器 就是随时防备 一边做工 一边也要防备 这个仇敌的来攻击他们 那尼西米也将众人做的 很好的这个规划 他的这些重建的人里面呢 一半做工 一半是防卫的 那这些官长 也都站在众人的后边 在这边 来帮忙 来查看 来帮忙警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二十节 二十节 你们听见叫声在那里 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 我们的神 必为我们征战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修造的人 还有警戒的人 他们都是不停歇的 修造的人 努力修造 那这个警戒 吹脚的人呢 他们就努力看 这个外界的状况 那如果听到脚声 就要聚集在 这个有脚声的地方 因为那边就是有仇敌 要来进攻了 那大家要到那边去 要来戒备 那这边就说 我们的神 必为我们征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希望神为我们征战 我们遇到了 这个很可怕的事情 这个很大 无法解决的事情 我们求神为我们征战 但我们自己 我们也要伸出我们的手来 神才会帮助我们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做工 一手做工 一手拿兵器 那是昼夜匪泄的 不脱衣服 出去打水 也带着兵器 那在第六章 这边也是记载的 神征战的手 继续来帮助他们 扶持他们 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 当神带领他们 不让仇敌进攻 所以他们的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 非常的顺利 第一节这边说 参巴拉多比亚 亚拉伯人基扇 和我们其余的仇敌 听见我已经修完的城墙 其中没有破裂之处 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 那参巴拉和基扇 就打发人来见我说 请你来 我们在阿罗平原的一个庄村相会 他们却想害我 所以这些人真的是千方百计 我们看 虽然他们已经修完了城墙了 可是这些仇敌 看到说还没有完工 他们还是想尽办法 要利用机会 各样的机会要来破坏 所以他们就想要 找尼西米要陷害他 那尼西米在这一章的记载里面 他说他知道他们的计谋 那他的计谋 我们看在第九节这边讲 第九节说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 所以神让尼西米能够 洞悉这些仇敌的诡计 他们想要害尼西米 那尼西米不愿意去跟他们相会 不愿意中计 所以他们抓不到尼西米 那他们又造谣言 在第六节讲到说 说这个尼西米跟犹大众人 他们修筑成墙是想要谋反 尼西米他是想要做这个耶路撒冷的王 那他们讲了这么多的谣言 人要害他都没有成功 可是呢 有没有打击到一些人的心 的确是有的 所以在这边尼西米他说 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 他求神 大而可谓征战的手 能够兼顾他的手 能够兼顾他的心 所以在第六章接下来 我们又看到 在这边 第十节开始他讲到说 这个有一个 这个祭司 就是跟他约说要相见 在神的殿里面相见 那祭司就说 这些仇敌要来杀你 但是神又让尼西米 有这样的智慧 能够去分辨 这个士玛雅所说的话 所以十二节 他说 我看明神没有拆遣他 是他自己说这话 攻击我 是多比亚和参巴拉 会买的他 会买他的缘故 是要叫我惧怕 依从他犯罪 他们好传扬 恶言毁谤我 所以神的手 坚固他的心 让他能够看到 这些所有的谣言 谣言不止从外 这些外敌而来 也从这个信心不坚固 侍奉神不忠心的 这个士玛雅而来 他被多比亚跟参巴拉 会买了 然后要这个毁谤 尼西米 就是不让尼西米 继续在耶路撒冷 来做这个重建圣城墙的工作 不让尼西米 来继续帮助他的同胞 不让他继续在这里担任神长 那面对这一切的毁谤 不知道要怎么样为自己辩解的时候 尼西米祷告 他说神啊 求你兼顾我 兼顾我的心 让我不要害怕 所以在十四节 他这边说 我的神啊 多比亚参巴拉 女先知挪亚底 和其余的先知 要叫我惧怕 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如果我们落在尼西米 这样子的境地中 我们很可能因为害怕 也因为说 我们会觉得很冤枉 说我还是要为以色列百姓 来谋福的 可是呢 我被这样的毁谤 那我可能 我们可能就会心里面很灰心 就觉得说 算了 我不要做了 但是尼西米 他把他这样子的 被打击的这个心 这个意念 他放在祷告里面 说神啊 求你兼顾我 求你让我不要害怕 那求你也看到 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 十四节这边说 求你纪念 这个纪念是查看的意思 就是说求神明见 求神看到他们所行的 这些恶事 所以尼西米 他在害怕的时候 他求神的手 仍然坚固他 求神为他征战 为他来主持公道 那因此我们看到 在这样子 神的带领之下 在人的手 而愿意来跟随着 神的带领之下 我们看到十五节 第六章十五节 一路约二十五日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感谢神 神施恩的手 真的带领以色列人 他们同心修建 短短的五十二天 就修建完城墙 那不仅是工程非常顺利 让以色列人非常的振奋 因为神与他们同在 我们更看到十六节 这边说 我们一切仇敌 思维的外邦人 听见了便惧怕 愁眉不展 因为见着工作完成 是出乎我们的神 这个工程的完 完毕之后 让外邦人惧怕 为什么惧怕 不只是因为城墙修筑起来 以色列人能够有城墙 来保护他们 那外邦人没有办法 再去入侵他们 更是因为外邦人看到 以色列人因为有神的同在 他们重新团结起来 大家同心 那有神同在 神帮助他们 谁能够抵挡他们呢 所以这一些 本来一直在作对的 这些仇敌 看了就害怕 说这下子 我们不能再去欺负他们 不能再去占据他们的土地了 因为他们的神 与他们同在 所以在这一段技术里面 我们看到 神的手 是救赎的手 他施恩 来纪念这一些 被鲁归回的人 当他们自卑 向神祷告 迫切的进食祈求 神就回应他们 那神的手 也是施恩的手 帮助 来激动众人的心 他改变 原本 这个 众人很低迷的心 让众人能够奋勇 做这个善功 也让一开始 有这样子信念 要帮助 同胞的尼西米 能够继续坚持这个信念 对神 有信心 那神的手 也为 以色列人征战 帮助以色列人 能够胜过这些仇敌的 谣言 毁谤 以及他们的 这个攻击 那并且 让以色列人 整个 奋勇起来的 不只做工 他们也可以拿兵器来作战 所以在这段技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手 真的是奇妙的大能手 他不只是 帮助我们脱离危险 他更帮助众人 把众人的心 能够拉在一起 连结在一起 好 那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 哥林多前书12章 在这边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 哥林多前书12章的12节 12章12节 他这边讲到说 身子是一个 却有许多肢体 而且肢体虽多 仍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 那讲到说 在一个身子上 有许多的肢体 那这些肢体呢 都要互相来帮助 那在耶稣基督 这个身体上 我们能够合而为一 所以在26节讲到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27节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那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众人 都是同为一个身体 那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 也许我们在自己的家里面 我们过得很安全 但是我们要去想到 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去想到 在社会上其实有很多 目前在疫情下 受到影响的人 那我们要来帮助他们 因为主耶稣基督 希望的是我们众人 每一个肢体 都在这个身体上 能够成长 能够互相帮补 那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得到荣耀 也都能够快乐 所以在尼西米他回去重建的过程中 不只是他执着的这个信念 最后完成了 其实是众人都得到帮助 众人也一同感受到 神与他们同在 他们重新拾回了信心 重新找到了 要一起侍奉神 这样子的热心 那当我们有心这样子为神 神必定帮助我们 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第五节 第三章 第五节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所以我们有时候有这样子的工作 有这样子的使命感轮到我们身上了 那我们常常会问说 我们可以吗 我们有能力吗 我们有聪明才智吗 我们做得到呢 那在这边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是要凭自己能承担什么 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若我们立志为神来行事 神必会带领我们 所以第四节这边讲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神必带领我们愿意承担这个事情 这个事工 能够服侍众人 能够荣耀神 那神会让我们有信心 神也会让我们有智慧 有能力 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最后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四十一章 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 四十一章 我们刚刚念过的 第十节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以赛亚书四十一章 我们请看第十三节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 必搀扶你的右手 对你说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刚刚的第十节说 神必用他公义的右手来扶持 那十三节说 神必搀扶你的右手 所以神不只是要用他的右手来扶持 神也要搀扶 神要兼顾每一个愿意来与神同工 愿意来成全美事的人的右手 要兼顾他的右手 要让他的手能够行出神的大能大力 能够成就美事 所以在现在的疫情当中 我们虽然面对未来 其实我们还有许多的未知 最近这几天 疫情是有看起来稍微和缓一点 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可是我们很清楚的是 我们认识神 我们可以随时呼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他的右手来扶持我们 那我们也要求神能够兼顾我们的手 让我们的手也能够成为大能手 来帮助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许多人 求神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来唱诗 370手 370手